美国总统拜登在1号也挂保证了 他说被监管机构接管的第一共和银行的储户将会受到保护 而虽然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交易当中要付出130亿美元的成本开支 但也强调美国纳税人不会受到牵连 而联邦政府承诺会继续的采取行动 要确保美国的银行系统安全稳健 第一共和银行在一夜之间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并出售给摩根大通 成为不到两个月内倒闭的第三家美国主要银行 美国总统拜登1号在白宫发表讲话 强调储户的利益将会受到保护 纳税人也不会为此买单 拜登还要求美国国会采取行动追究银行高管的责任 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布朗表示 第一共和银行的倒闭显示出政府对大型银行 能加强监管的必要性 布朗认为第一共和银行冒险 独特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失误导致了重大问题 政府需要介入让大型银行能够抵御失败 这样才能够保护美国的金融稳定并确保长期竞争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